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辙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 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 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 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齐舟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跳出 在高人高中 共产生的声援 才能铭 所以对于 威尽双速度做得更烦 那么对象 不跳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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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说 李宗盛 所承认的 这个意义不成立 这一点我们也承认 这一点我们也承认 但是这一点不可 还觉得生意当中还存在这样的自明自知的心 那这是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原因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本来前面都已经破完了 灯照亮自己就是不合理的 但是我们用一个架设句来说 架设说这个灯呢 就是万一它可以照亮自己的话 这是用我们的心来了知的 我们说这个灯可以照亮自己 这是谁知道的呢 我的心知道的 然后无诸菩萨的心知道的 谁的智慧来知道的 所以另外有一种法呢 就是了知这个灯是照明自知的 这一点我们用其他的理由 这是可以说可以说明的 可是你们维世东说是自己的心啊 也是不可分割的东西 也是自己能了知自己 那这是哪一个心知道的 就是是谁的心知道的 如果你认为是自己的心知道的话呢 自己的心知道现在尚未成立 因为现在我们正在判断这个问题 可以说我们从有些学校里面的数学的话 这个是为止数 还没有真实成立 还没有真实下结论的时候呢 所以我们正在判断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说自己知道自己呢 当然是不可能成立的 如果你说自己知道自己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自己的心是自己了知呢 这一点是用其他的心来知道 那其他的心是谁的心来知道 然后如果用其他的心来知道的话呢 那么前世的心和后世的心 或者说是同一个世间的心啊 或者说是别人的心的话 别人的心知道呢 由另外一个人的心来知道 这样的话有无穷无尽的过失 同时呢如果你说是前年了知后年的话呢 那么前年呢已经没 后年呢还没有产生 这个也是像你们所承认的那样 详细观察的话呢也是不成立的 如果你说是同时知道呢 当然同时的话呢 互相了知是 我们在因明当中也说是没有任何关系 也不可能立为愣者所知了 就是比如说你愣者的心已经成立完了的话呢 不需要观察这个所知 就是有很多的过失 所以不管是从他这样执政 哪方面来观察的时候呢也是不合理的 那就这样一来呢 就是你们说自己的心 用自己来明知的这种说法呢 就是从何而来 就是完全不成立 在这种说法中的一种 都70多的关系 是不在这个中间说法 我是什么的 那我感谢大家 尤其是帮助到 真的把这种眼睛 很值得大 合成的 你 你们听到那种 行吗 不照顾 有一一直 对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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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些根据 首先是没有限量的根据 若是戒不见则明或不明 若是女女脑 说必业无疑 下面我们宗观派也对威斯宗进行折破 折破的时候说 我们在观察真意当中的时候 你们的心能了知自己的这种观点完全是不会成立的 不会成立的道理 我们前面已经想想细细地观察过 通过比喻来说明也不成立的 通过一一来进行论证的话 最后也是不能了知自己的心 这一点恐怕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 如果你站在威斯宗的观点 因为威斯宗的确也是说了 在真意当中自己的心是不会避免的 这样的一种本体是存在的 这是有关我们威斯的论典 现在也是 汉文当中也是有 藏文当中也是有 完全就是明白的 如果你真的站在他的观点 恐怕是很难回答的 如果不成立的话 心就是自己明知自己 自己不能明知自己 这一种说法 从什么地方而来的 这完全是不合理的 如果你心确实是能知道自己的话 那你知道的方式是明清的方式 还是不明的方式来进行判断 也是可以的 有这个机会 但是如果你心的本体 自己能了自己的大体框架 不能成立的话 那就是明不明的这种说法 就是从什么地方而来的 没有任何事业和必要 这个就像是 我们用比喻来说明你们观点的不合理性 本来这个使女的女儿 不能成立的 但是我们就说是 使女的这个女儿 长得特别的好看 就是她身体如何如何的 娇妙多姿 或者是她穿的高点鞋 然后穿的一些什么样的衣服 她躺着红色的头发 戴着什么样的眼睛 啊 这是多么漂亮 那我们如果这样评论的话 别人都觉得这个人的精神有问题 或者是 这是特别愚蠢的一种行为 同样的道理就是 我们这个心本来都是 自明自知的这种本体 就一定都是不能成立 那不能成立的话 我们还进行这样评论的话 那真的是这个空中花园 没有任何的这种实在的意义 所以说 职责要选择的时候 一定要寻这种真理的轨道 如果你违约 或者说已经超越的话 那就是不算职责的这种选择 所以说 大家站在威斯宗的观点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 这是在生意当中获得 实书当中真的是 按照麦彭仁波切和 密乘的教言的话 我们万法具责为心的话 自己在修行的时候 确实是帮助非常大 比如说我们今天 看见一个仇恨的人 看不惯 让你想 一切都是心的现象 这是如幻如梦 没有必要 当下你的嗔恨心 很容易退失的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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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